姐妹們 兄弟們 聊天的時間到了 快速 快速 好期待喔 趕快打開電視機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高日 歡迎收看 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陪伴老人家外出的工具 好重要喔 大家都知道 老人家外出的時候 有時候會因為 關節退化 肌肉流失 所以走路的時候 很容易跌倒 但是呢 老人家最怕的就是跌倒 所以到底有什麼法寶 可以陪伴我們老人家 很開心地去外面趴趴走 然後子女又可以在家裡 好安心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到 樂靈達人小剛 來跟我們分享喔 歡迎小剛 大家好 我是小剛 可以說真的 樂靈達人 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嗎 老人家真的跌倒這件事情 是非常嚴重的 都不可以輕忽 對嗎 非常非常的嚴重 其實我來分享一個數字 給大家知道 在這個國民健康署裡面 他其實常常每一年都有做調查 他在106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健康調查 他發現每六個老人 我們講長輩 65歲以上的長輩 就有一個人曾經跌倒過 這比例滿高的耶 對 然後在衛福部裡面 他們又做了一個報告 65歲以上跌倒的老人 他死亡率又非常高 一直在事故死亡意外 這個部分 高居到前三名 所以我們要非常非常注意 這件事情 是 可是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怎麼去判斷 老人家他行動的能力 是怎麼樣呢 對 其實容易跌倒 他大概會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可能眼睛不好 第二個可能是聽力不好 第三個是平衡感不好 第四個是肌力不好 一般我們年輕人的平衡感 是比較好 可是我們到一個年齡之後 自己平衡感不好 會慢慢流失 這個是我們不知道的 所以才會容易跌倒 就像你剛剛說的 就是老人家是跌倒 頻率很常發生 然後致死率又很高的 所以我知道老人家 要出門的時候 好像常常都會拿拐杖是不是 老人家出門的時候 常常他們都 因為他們但是沒有 都會拿一把雨傘 那我們可以開始了解一下 為什麼老人家 喜歡拿雨傘出去呢 是因為 拿雨傘的時候 我是年輕人 是 拿拐杖的 我變成老人了 台灣的老人 比較好玩的一點就是說 他們認為雨傘是可以做支撐的 那事實上其實是不然的 是 但那個很危險 就是很容易 就這樣 對 我們拐杖的功能 就是我們行走的安全帶 跟我們騎車的安全帽是一樣 你都要戴著它 所以你不是時常套著它去走路 而是當我們一個不小心浪潮的時候 你靠這個拐杖去支撐它 你才能支撐得住沒有跌倒 說真的 我們身為子女的 可是父母又很愛出去趴趴走 他如果真的去外面跌倒 我不知道他在哪裡 我可能沒有辦法去扶他 那我們做子女的該怎麼辦才好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剛才 我們剛才講過 如果你只要做過檢測 你發現自己的父母 他走路會有一點搖搖晃晃的 或者是平衡感不好 或者是肌力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幫他準備一個 他會使用的拐杖 他會使用的 所以就是非常適合長輩 高齡 需要支撐力的拐杖 所以我這邊可以介紹一個法寶 給大家好不好 我們剛才講過 一般的雨傘 它就沒有辦法像我們這樣的一個拐杖 如果說我們一般來講 只要是拐杖 你要支撐大概可以支撐到 100公斤的體重 那我先問一下你幾公斤 本人的體重是90公斤 那差不多要100公斤了 讓我們看看它的支撐力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當我這樣子支撐 這樣子把它抬起來的時候 壓它 它是可以支撐得住的 對 所以你已經可以代表一個 可能行動不是那麼方便 它真的有需要去支撐的力道了 對不對 對 也就是說 我們給長輩走路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 它走路其實正常走是OK的 這個只是以背不時之需 如果一個不小心 我這樣支撐得住 因為我的體重它是支撐得住 可是你要一般雨傘 它就一定飛出去了 因為它第一個止滑度不夠 第二個支撐力不夠 那我們除了這個 有沒有辦法去測試一下 它的那個 譬如說它會不會變形 好 那我們現在 可以請高智還是請靜雯 來做一下 以身泛顯成容的動作呢 好 怎麼測試呢 我們看這支拐杖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它 直立的支撐體重 大概100公斤沒有問題 是 但是橫向 我們就要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來去測試 它橫向能不能夠支撐 也就是當我們止滑的時候 我們支撐它 它會不會因為彎曲 而整個人彎折斷 跌倒 好 那我只好先來幫大家 測試一下 它是不是真的很耐用 好不好 可以 好緊張 真的可以嗎 你說這樣把它坐上去嗎 真的嗎 真的嗎 好 實力 我真的整個 整個坐上去 靜雯 妳要不要公布一下 您的體重呢 沒有妳的一半 真的 我坐上去 可是它是很穩的 一點點好像感覺它要 耐下去的感覺都沒有 我們還是真的可以看一下 你說的止滑力嗎 止滑力就很重要了 長輩出去的時候 難免會遇到雨天 或是它在旗樓走 旗樓通常都是地磚 地磚那個材質又特別滑 是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止滑力嗎 所以它大概有兩個止滑 我們要來測試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它我們在走山坡的時候 它這個止滑墊 是不是能夠真的止滑 是 可以讓在走山坡的時候 它是可以防滑的效果 是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把它拔下來測試 好 直接拔下來了 直接拔下來 就是這一根的 所以我們看到一般 我們長輩出去爬山坡的時候 如果是這個止滑墊 我們放上去 厲害 真的 完全不動 完全不動 它就可以黏在上面一樣 好 來 既然說到黏在上面 我要看一下那種感覺 我用力 我真的很用力在推它 它是真的很 就是你看 這個都在動了 可是我一直很用力在推它 但是它就是 卡在上面 對 太厲害了 好 但是我聽說你有準備地磚 讓我們你看看 對不對 如果地磚又遇上下雨天的水氣 它的止滑力如何 因為一般來講的話 它既然是雨傘 我們帶出去的時候 難免會蹦到什麼 地上會有潮溼 對 會有一點水氣 所以我們就可能要請我們的 來 這邊 磁磚小弟出來 磁磚小妹來了 來 好 這是非常滑的地磚 非常滑的地磚 為了考驗它的止滑力 你還加水 我們前面沒有說要加水 那當然 因為我要替我的 我們家中的長輩罷官 對不對 好 加一點點水在上面好了 滿多 這樣可以嗎 這樣你有把握嗎 我把它弄散一點了 我來測 來 不公正 我們請高置 真的嗎 真的不危險嗎 你如果不小心摔出去的話 我會幫你送醫院 沒有問題 但我沒有保險 你沒有保險 你不用害怕 為什麼你這麼害怕 對 這個是直立的 我們一般 來 高置你要想像 你是70歲的歐巴桑 真的 你真的很用力 你有用力在推嗎 真的很用力推 你可以感受到它完全 不動 就是好像那個 摩擦力是很夠的 所以你說這個頭 是不是也是一個 專利設計這樣 有看到水對不對 我們看到一下 它裡面是有一個什麼 滑水槽 是 讓我們水再壓下去的時候 它可以把它撥出去 所以它裡面就變成是乾的 是 好 那它在止滑點 有一個什麼用處呢 好 那我們請這個攝影大哥 幫我看一下 然後我們挪在地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橡皮整個就是滑 整個會變形 它是整個抓地力的感覺 它是整個抓在地上的 讓它橡皮去變形 抓在地上 所以它才有這個止滑效 所以你說長輩通常走的時候 有一點點往前推 因為通常是這樣斜斜的走 對 所以它是可以完全止滑抓地的 對 也就是我們在最危急的時候 也就是我剛才講的 因為長輩眼睛可能不好 我們在路面上很多那種小階梯 一個不小心踢到 它會這樣子 亮唱下去了 它亮唱下去的時候 它能不能靠這一根 救它已經就在這個時候了 為什麼我會給長輩用這個東西 因為長輩它這個雨傘 如果一壞掉 它要淋雨回家 怎麼樣 一定容易 當傷風感冒 很麻煩 所以當我們給長輩 用這個雨傘出去的時候 它不但可以撐起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擋雨 擋太陽以外 是 遇到風很大 如果今天遇到風 我們來看一下風多大 來 再一次 不夠大 不好意思 再來一次 有 這種常說的開花了 開花了 是不是壞掉了 對 好 我們請高智 把它收回來看看 它壞掉了沒有 收回來嗎 收回來 直接收回來 對 直接嗎 是的 很簡單的 我剛剛沒有用力 真的 而且我也就是感覺著 你們這個握把的地方 也似乎真的有去設計 所謂的人體工學是嗎 沒有錯 我們看到很多的雨傘 或者是拐杖 它有一些設計不良的 它會弧形的 然後我們在握的時候 你長期在走的時候 你其實會蹬到我們的手掌心 是不舒服的 所謂的人體工學設計 也就是當我們兩指 放進去的時候 抓到這個拐杖的時候 我是很順手的 而且該支撐的地方有支撐 就好像我們穿鞋子 有足弓的概念是一樣的 如果我的長輩走在路上 又下雨 可是路面又滑 我該怎麼辦 它只能當雨傘用嗎 這個就是我每次去演講 很多的長輩問我最重要的問題 我為了這些長輩 去尋找了好久 終於找到一個東西 接下來就來看我變魔術了 變魔術 好 來 我這個是樂靈界的魔術師 當我們撐起這個傘的時候 我們先把傘花打開 當我們撐起這個傘的時候 我要變魔術了 下雨天了 地上又好花 我的另外一半在旁邊 這個時候我又怕跌倒 我又要撐傘怎麼辦呢 對 怎麼辦 我們請注意看 只有一秒鐘 好 拉出了另外一隻怪獎 就這麼簡單 沒有錯 所以你是一個小的機關的概念 對 來 裝回去 好 給大家看一下機關在哪裡 這裡 這裡有個小小的機關 然後你說按下去 按下去 我們就可以輕輕地抽出來了 就分離 也太酷了吧 馬上就分離 所以可以有擋雨的作用 又可以支撐的作用 然後我發現你這裡好像是否 也是有一個指滑的材質 這一隻 這一隻雨傘它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我會覺得 我會推薦這一隻的原因就是 因為它不只外面的雨傘 它做過拐杖的檢驗測試 它裡面這一隻也是符合的 是 所以裡面這一隻一樣 可以支撐100公斤 一樣它有防滑的測試 所以它一樣有拐杖的功能 太厲害了 真的太棒了 所以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聊的 有沒有聊中你心中的煩惱呢 原來雨傘藏著這麼大的潛在危機 趕快回家幫你的長輩們 都把雨傘換掉 換一隻好用的拐杖好嗎 那我們今天也要謝謝 我們的樂齡達人 小幫帶來的好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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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靜雯 我是高日 歡迎收看好好聊日子 今天聊什麼呢 今天來聊聊 怎麼解決 家中長輩的煩惱呢 長輩閒在家裡沒事做 他會說好無聊 可是如果是想外出登山 或是健走的話 又很怕摔倒 想要找個地方休息又很困難 我真的覺得 真的是替長輩都很擔心 那說到這個問題 我們當然要請到我們的 樂齡達人小崗 來教我們怎麼做 歡迎小崗 大家好 我是小崗 我說真的 小崗我想問一下 我們到底該不該 讓我們家中的長輩 老人去爬山或劍走呢 當然要 只是我們都會很擔心 所以我們配套措施要做好 不是只是讓他出去而已 我們也要讓他回來 這個是重點 當然 而且很多的長輩 他如果長期不出 尤其現在疫情的關係 他不出去慢慢久了久了 你會發現什麼 他的肌肉越來越少 你會發現當你的阿公阿嬤 或你的爸爸媽媽坐在那邊 你看他的大腿 只看得到 這個骨頭肉掉下去的時候 這就是肌少症 而且很嚴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有拜拜秀的人 或者是我們的肌肉 不夠扎實的人 他都有可能是肌少症 或者是轉化為脂肪 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小心了 就要多鼓勵他出去走 只要幫他配套好就好了 是 好 那你既然說 可以讓我們的長輩 去爬山啊 見走啊 可是我們又很怕他發生危險 是 那你有什麼好物 可以跟我們推薦嗎 當然有啦 我現在來介紹的是呢 我的長輩 我一定都要給他們 用最好的東西 用他們讓他們出去 所以如果他們是出去旅遊 或者是登山的話 我們就會去用這一隻 我就推薦他這一隻讓他出去 是 這是什麼 這是看起來像是拐杖 其實他也有小秘密 小秘密我們在最後面 再來施展一下我的魔術功能 好 我們首先要看他這個材質 第一個 我們最重要就是看他的腳墊了 對 所以我們的腳墊要很重要 那腳墊 我們長輩出去玩的時候 最常會遇到什麼樣 走山路嗎 對 所以走山路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看他的繁華 是不是夠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來 高智 我們一起過來看一下 也就是當我們長輩 我們看到一般路面的時候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如果是一般路面 一樣的我們這個 拐杖要經過測試 所以看他的止滑度是夠 可是在砂石路面的時候 就很難講了 對 所以當我們遇到砂石路面的時候 我們這一個 拐杖戳下去的時候 它能不能讓我們的長輩也防滑 推推看 推不動 是 真的 好 那我們請高智來推推看 看你推不推得動 可以很用力嗎 可以很用力 真的沒有 大部分的山區 都是一些小沙子路 沒有錯 沙石路 所以如果長輩用這個 去爬山的時候 它就是可以預防它跌倒 沒有錯 也就是說 在幫我們長輩找這隻的時候 我也是用心良苦 爬了很多的資料 才發現說 原來這一隻 它在沙石的路面 因為它下面有一個 防滑的設計 你看它這個地方 是 它是非常非常地怎麼樣 有溝槽在裡面 所以它的石頭 都可以直接吃進去 它就怎麼樣 可以卡在那個地方 這樣子的一個止滑 就比較安全了 除了是拐杖的功能 你說它有個什麼 小巧思 小秘密 所以我今天 又來跟大家變魔術了 來 怎麼變呢 好 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長輩出去的時候 我們剛才講到 第一個它可能有機嫂症 對 上次我們也講到了 平衡感可能會不好 再來會暈眩 或者是什麼 太陽太大 中山 對 如果當這種事情 一發生的時候怎麼辦 來 眼睛要睜開 我頭很暈了 對 我頭很暈 一秒的時間 我趕快來救一下靜雯 馬上 這是什麼 椅子 時間 就這樣子一秒鐘就變出來 一秒鐘我就把椅子變出來 讓我們有血糖比較低的長輩 或者是我們暈眩的長輩 可以馬上坐上去 那我說真的 我要考考它的承載力 夠不夠穩 是 不過我們長輩 有時候如果真的體力不好 坐上去如果不穩 跌倒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請靜雯跟高智 來示範看看 我們先乘坐一下 好 來坐坐看 這個做法不一樣 跟一般人的不一樣 一般人可能會說 我這樣直接坐 對 我往後看嗎 這是不對的 好 像這個的設計 它是這樣子 我們反過來 是 來 我們請靜雯 抓到這個地方 慢慢坐下去 對 很穩 有什麼感受 很穩 你們兩個怎麼同時穩 這很厲害 很穩 因為剛剛以為是這個 因為腳是很細嘛 所以我以為是 你們可以發現 你有沒有發現 你坐這個椅子的時候 你是可以晃的 它不是硬梆梆的在那個地方 真的 我是真的有在晃 可是我說真的 我的屁股的這個地方在晃 可是我覺得它的整個三個腳 好穩 很穩 因為它這個地方 它有設計 它是三片式的設計 也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這張椅子 它有三片式的設計 然後它在設計的時候 你坐上去好像會有避震器的感覺 所以它不會硬硬的 我們坐上去一個不小心 真的暈眩就滑倒了 當你有一點晃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 只有它反坐用力支撐回來 是 高智 你覺得呢 對 真的 而且坐起來也是很舒服 是 對 我以為是 這個是滿硬硬的 是 但完全沒有感覺 而且你剛剛是不是很怕會跌倒 對 現在坐上去就不會了 對不對 這太細了吧 我因為70公斤 我以為是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這樣子很穩的東西 才能給長輩做 我們自己做的都很穩 才能給長輩做 好 我們剛才是做平面 平地的路面 對 好 接下來呢 我們靜雯跟高智一起來 做沙石路面 我們一起看看海 來 看看星星 看海 看星星 好 我們這樣坐上去對不對 對 好 兩個人 海沙 兩個一起約會去看星星 對 好 也是好穩 真的很穩 我以為它那個三隻腳 都這樣子細細的 其實很穩 那你又說它是三片式的 頁面設計對不對 好 然後你會發現一個東西 當我們長輩要坐的時候 你們現在再站起來 你會發現我的膝蓋跟我的腿 是什麼樣 大於90度的 它不會造成我們膝蓋的負擔 真的來 我給大家看一下 我剛剛有疑問這個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坐太低 是不是起來反而很吃力 可是你看我現在膝蓋的90度 是剛剛好的 所以你看如果我是長輩 我體力比較不好 我輕輕好像一扶 前面又有一個扶手讓它一扶 就上來了 對 這邊跟大家報告一個小嘗試 也就是說 長輩坐下時 要讓他的膝蓋大於90度 才不會傷我們的膝蓋 因為久了 我們長輩為什麼不願意跟我們出去 其實你了解他心裡話 就是膝蓋會痛 所以讓你用這個出去的時候 他站起來不費力的時候 他才會願意跟我們出去 那我有個問題 像長輩如果他去健行的時候 他不只是坐在平平的路上 如果是比較斜的山坡 它夠穩 夠防滑嗎 所以我們就請我們的木板小兄弟 來幫我們測試一下 是 來 看看我們這個椅子 是不是在比較斜的山坡上面 它們一樣可以很穩的 可以站得住呢 哇 真的耶 它的止滑力是夠的 它的止滑力是夠的 所以它在我們一般的地形上面的話 是可以沒有地形限制的使用 是 哇 真的很棒 很厲害 那我再來考考你 你說 還有考試 當然啊 像我們長輩就是難免你說的 是不是隨開隨坐 對 那它的開開關關就是 一定會收合很多次 是 是 是 它要夠耐用啊 沒有錯 所以又要當成長輩的拐杖 又要當成椅子 如果 而且山區 通常濕氣比較重 對的 戶外濕氣比較重 是的 它這些材質會不會容易生鏽不耐用 好 這個靜雯真的是內行的 我現在真的發現 來了之後才發現 你是一個校女 那當然 因為她問的都很貼切 很標準的問題 第一個 它開開關關 這個是我去研究它的這個報告 它有1萬2千5百次開關都沒有問題 這是做過檢驗的 是 那防鏽的部分 因為它是鋁合金為主 所以它防鏽是很長的時間 10年防鏽沒有問題 它直接放在水裡面 我曾經推薦一個我朋友使用 它是什麼 它是釣魚客 它就直接放在這個河裡面 然後做的這個在那邊釣魚 直接放在河裡面 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就在那邊釣魚 說真的 我看到這麼多螺絲 零件 材質 它除了耐用 我說真的 它會不會一半收一收就卡住 金 我快被你問倒了 我們來看一下 它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結構的材質 第一個 它用的是什麼 德國的鋼 也就是這一條線 它把這條線綁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這三隻腳 不會怎麼樣 閃開 是 所以它可以永久的保護它 德國的鋼 然後這個鋁合金是日本的 它這個塑料 是英國的超耐用塑料 是 所以它是去各國找來 再有什麼 我聽起來真的很厲害 而且你剛剛是不是有強調說 它其實一秒就可以開 等於就是一個可以救命椅了 對嗎 因為我們產生暈眩的時候 像我們 我去演講的時候 我常常都跟長輩講 你只要有暈眩什麼 你要馬上找位置做 是 真的找不到位置 你躺在地上 為什麼 怕撞到頭 可是當你帶這一隻出去的時候 你現在開始 譬如說血糖比較低 是 然後感覺比較暈眩的時候 我只要先撐住它 然後打開 真的 真的很方便 坐下來 是 長輩常常會有喘不過氣 對 頭暈 或者是頭暈 或者血壓突然飆高 血糖太低 是 這些零零種種的一些小問題 我們可以靠這個馬上幫助它 真的太棒了 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感覺到 我們今天推薦的好物 真的是推薦到你心坎裡 這個守杖椅 就是真的可以讓老人家 外出的時候多一分保障 尤其是連那種 想走到哪 就做到哪的懶人年輕竹 也是很適用 所以我們今天很謝謝 我們的樂林達人 小剛帶來的好物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來 家中的長輩還在拿著雨傘當拐杖嗎 危機也能變轉機 一支防風防雨防滑的兩用拐杖傘 除了替你遮風避雨 還能為你穩定不乏 使用高碳鋼材質讓你一支抵萬支 出門爬爬爬真的不用還囉 長輩別再蹲在家 擔心出門滑倒受傷 快來試試劍走登山的好朋友 自動手上椅 不但幫你走得穩 還可以一秒坐下好輕鬆 試用各種地形 不怕滑 不怕摔 快戴上自動手上椅 現在就出發 今天真的是長知識了 真的謝謝達人跟我們分享 這麼好用的好物 還有喔 如果你們想知道 更多好吃好用的 可以上我們的 好好聊日子的Youtube頻道 還有官方粉絲團 都會有更多詳細的資訊喔 好感到小寶 千萬不要錯過啦 好好聊日子 一起享受好日子 Bye Bye